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呢 带来那种汇成小溪 然后汇成河流 然后支流呢 汇入像长江黄河淮河这样的大江大河 最后呢 这个不管是东流还是南流 归着大海 那实际上来讲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 所谓集体主义 是吧 国家主义是另一个概念嘛 所谓集体主义 用集体去压制个体 然后呢 用国家呢 去泯灭小家 这样的一个做法 事实上来讲呢 和这个人性和自然它的属性 都是背当而驰的 事实上来讲是不能成立的 对 就是说如果通过这样的教育啊 这种 基于这种 刚才我们共同讨论这个 这样的教育呢 将会培养出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那其实我 我个人感觉呢 比如说 呃 就拿我小时候受的教育 我因为是1965年出生在文革的后期 基本上读完了小学 到1976年是小学五年级 比如说我们所学习的草原英雄小姐妹 我们学的这个湖南的少年刘文学 且不说呢 这个像草原英雄小姐妹和雷锋这样的典型 现在呢 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实证性的资料来证伪了 来证明我们那个时候所受到的教育 树立的这样的一种英雄啊 模范啊 这样的一些人物呢 他实际上 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 是一个假大空 高大权 包装出来的这样的一种形象 就算他们是真的 确实他们这样做 事实上呢 呃 也是非常令人悲哀的 我们需要为 雷锋 刘文学 刘胡兰 是吧 这个这样的一些小时候的这种英雄 草原英雄小姐妹那样的英雄 这样的一种形象 需要为他们感到悲哀 即使他们是真的 那么正是因为他们这样的一种一种 榜样的这种力量 使得涉世未深的孩子 有的时候可能会去模仿 那么在模仿的过程中间呢 就会造成越来越多的人生悲剧 比如说 这个知识青年去扑灭山火 山火没有扑灭 但是十几个人遇到 是吧 谁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如果说呢 他是消防队员 那么他自然是应该履行自己的职责 但是假设说他仅仅是一个下乡之青 初中生 在草原上 在小星安岭 大星安岭 如果没有扑火的这种技巧 就仅仅凭着高呼毛主席的语录 是吧 我记得叫 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 去争取胜利 真正他们能做到的 在没有技术 也没有知识 没有体力 没有规模的情况下 能做到的也就是 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后两句排除万难 去争取胜利 谈不上 是吧 好像那个南方也有江河 发大水 然后十几个青年 二十几个青年 手挽手 要挡住洪水 是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原先的这种所谓人民战争 遇上一些问题的时候呢 要求大家勇于和歹徒去做斗争 比如说面对劫机犯 是吧 面对这个 这个什么 一味的要求人去 建议勇为 那这样的一些做法呢 现在看起来都值得上去 事实上来讲就是说 这个 如果说没有一个好一点的 真正得体的 符合这种 人之常情的这样的一种 培养和教育 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这些 这些很悲哀的事情 会层出不穷 还有一个就是根据您的这个职业特点啊 曾经应该是曾经是理事吧 然后呢你接触这个一些当事人 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言论啊 比如说是上面的政策是好的 下面就是政府和我们公民的关系 存在这种依赖啊 盲目的相信的什么什么 而是就认为是底下 只是我们底下 恨起不争啊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说 中国有一个古话呢 叫人随 王法草随风 是吧 你这个 上面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政策啊 一个 一个法令啊 那一般说来呢 它具有这个 比普通人的这样的一种 倡导更高的这种权威 不管是原先的皇帝 还是后来的民国 还是现在的中华人共和国 中国历史上也从来就有这种 只反贪官 不反皇帝的这种传统 不光是梁山伯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然后在以往的时候呢 就是比如说 我读中国法治史 那时候说法家 是吧 像商鞅啊 韩非啊 是吧 都非常非常的迷信 这种杀伐的这样的一种政策 它就是要整齐划一 然后呢 这个 就是要让老百姓 利出于一口 对吧 这个 商鞅那时候 我记得除了这个 严刑峻法以外呢 它 主要的治国方略 是农战政策 是吧 上农除末 重农一商 你 你如果说想富裕 你就记住利 没别的路 你要是想尊贵 想升官发财 升官 得到爵位 你就得去当兵 是吧 这个 像万喜良那样的 孟江女这样的 那我觉得 实际上呢 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 他们其实是 在命运面前 是没有选择的 那现在来讲 就是我 我感觉呢 这个 其实就是我们这样的人 从小受这样的一种 所谓为了狼奶啊 或者说 这种 这种奴化也好 毒化的教育 事实上呢 共产党的领导人 我觉得至少是从 从李鹏这一代开始 建国之后 就更不用讲 他们其实在很大程度上 接受的教育 和我们并没有太多的两样 然后呢 就是 就是 就是现在当然是讲这个 红色基因 是吧 那么我觉得这些 自诩为 有红色基因的人 是并不把黎民百姓 当回事 因为你们没有 这个江山是我老子打下 打江山坐江山 这不光出现在 这个彭里的一首歌里面 而是实实在在的 是治国理政的 这样的一种宗旨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就是 除了原有的 这样的一种教育 所养成的习惯 你只看到 你身边的这个地方官 某个法官 某个公安 某个 某个收税的 某个村长不好 再往上 你能看到县长不好 书记不好 就老百姓来讲 一个县委书记 就是他的天 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 还是呢 像这个 像过往一样 他认为 不好的 是基于他自己的亲身感受 他所听到的 是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这种 雄才大略 甜言蜜语 所以说他 看新闻联播 跟这个 自己身边的事情 对比起来 总会发现 那么好的政策 为什么 口慧 而实不至呢 口慧而实不至 因为最高领导人 只是负责去口慧 全面脱贫 精准扶贫 一个都不能少 是吧 我最关心的是困难群众的生活 多好啊 是吧 但是地方官 甚至你身边的人 急于人性 急于算计 变得和新闻联播 差距非常大 再有呢 就是说 在这样的一种 一个是 认知问题 意识不到呢 这样的一种教育 这样的一种传统 这样的一种 一种权力的这样的一种 高压和权力本身 缺乏监督的这样一种腐败 它是一以观之的 说老实话呢 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啊 因为我们也没有公民社会 我们也没有宪政制度 我们也没有选举 没这个概念 没有竞争 我们可以说呢 这个老布什 是美国总统 小布什呢 也做了美国总统 而且还连任 但是你不能说 美国的总统是世袭 不是因为他爹是总统 小布什才是总统的 是吧 而是因为 他在政党竞选中间 获胜了 按照一种规则 那么你 你也可以说呢 你也可以看到呢 老布什和这回拜登 从副总统变成总统了 他不是一个 从省委书记 市委书记 政治局委员 政治局常委 到总书记 到总理 这样的一个叫 涉及而上的一种 累官不失周俊 他不是一个官僚体制之下的升迁 他也是原先是副总统 但是败选了之后就退出 重新来的时候 取得他党内提名 然后竞选 最后 他成为总统 他成为总统 不是因为他当过副总统 奥巴马什么都没有当过 当过参议院 是吧 所以说呢 这个 北朝鲜 就不是这个样子 这个 金正日能够成为领导人 纯然是因为 他是金日成的儿子 金正恩能这样 也是因为 他是金正日的儿子 金日成的孙子 所以说呢 这个 我们所看到的 中国这样的一种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这样的一种思路 不管程度上 有多么的不同 就是在走世袭 走北朝鲜的路 因而呢 就是 就是意识不到 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相信呢 是因为教育 因为对社会 对历史的这种感知 不一样 还有一个问题呢 是因为恐怖 实际上呢 就是说北朝鲜也好 中国也好 在很大程度上 官员 为什么面对镜头 说的就跟 新闻联播 前二十分钟 完全一样呢 是因为他怕 北朝鲜 为什么所有的人要鼓掌 不敢停下来呢 也是因为恐怖 所以说呢 我觉得 这个 老百姓经常 不管是面对镜头 还是考虑问题 觉得上边 领导人是好的 政策 政策都是因为身边的 下面的这个 村长 乡长 这个县委书记 执行坏了 都是因为 这些贪官是坏的 或者说 现在 政治局常委 以下的人 都可能出事 都可能是坏的 这样的一个 想法 是基于恐怖 因为 我们的最高领导人 也是从 县委书记 地委书记 市委书记 省委书记 一步一步提升上来 现有的 省委书记 部长 是吧 所可能犯的错误 我觉得 他们 升到最高领导人 这个位置上的人 也一样 可能会犯 所以说呢 我个人感觉呢 以我所受的教育 和我 我的这种认知 我可能不懂公民社会 但是我不相信 在这样的一种体质之下 会有一个连接的人 都一样 就是在现阶段 在这个国度里 现在这个大环境里 我们 怎么能再做一个 有一定压制 或有一定限制 但是我们应该自身 是不是也可以做起 或做一些什么东西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起 因为你 你怎么样 就像胡思想的 你站在这个地方 就是中国 是吧 你要为别人争自由 先要争你自己的自由 你好了 这个国家就好了 你好了 你的家庭就好了 而且呢 也没有谁 比你自己 比他自己 更懂得 你和他个人的权利 最高的追求在哪 不需要去替别人 拿这样的主意 中国人并不比其他的民族 更适应于 更钟爱于 这样的一种极权压制 没有人不想获得 这个幸福感 而幸福感很大的一个因素 实际上呢 是尊严 所以说呢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做 你从你自己的 眼下的事情做起 比如说 尽量不说谎话 可不可以 不去言不由衷 能不能做到 看见皇帝没穿衣服 可不可以不去 夸奖 王冠的漂亮 另外 如果说你觉得恐惧 非常可以理解 你有没有沉默权 我觉得我们现在还不像北大显一样 也不像斯大林时代一样 沉默权总还是有的 不去其言服事 还是能够做到的 所以说呢 就我自己的这种 原先的这种职业和我自己的这个 读书的兴趣来讲 比如说呢 这个尽最大的可能 去帮助人实现公平 我从来没有追求过 我在看书所里头也说过这样子 我说我从来没有追求过 不该有的胜诉 但是我失去过不少应当胜诉的这样的机会 我不追求这个 这个没道理去胡搅蛮缠 我完全不想 不喜欢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对于 其实到后期 2012 13 14 有些膨胀 但是呢 实际上我对某些具体的 很具体的个案 兴趣已经不是很大 我选择像劳动教养这样的这种制度 插一句现在 幸亏劳动教养制度 2014年废除了 2013年废除了 否则 有多少人 不需要走这个什么寻寻姿势啊 一审啊 二审啊 用一年的时间 还是像重庆王立军那个样子 因为三两句话 是吧 就直接劳动教养了 三四天就可以做到 最长两年 少了这样的一个工具 所以说有很多替代工具 非法经营 寻寻姿势都还 很好用 但是用起来 没有那么高的效率 那么还有呢 就是说 我比较喜欢 读的是历史书 我觉得这个历史的真相 是需要不断的 是需要不断的去梳理的 到底发生过什么 是吧 我们这个改革 改革三十年 四十年 究竟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我不是说要去做政治变论 而是说呢 这就是一个历史事实 改革的目标 其实是1949年以后 那样的一个集体化 三面红旗 人民公社 是吧 小而前 计划经济 改的是这些 改的是权力不受限制 改的是闭关锁国 走的是改革开放 包括思想解放 那么这样的一些事实 如果说不去说清楚 甚至说前后三十年也好 或者说现在叫后四十年 不能否定前三十年 或者把文化大革命 称为是 这个国家在探索中 前行 这个我觉得 就太过犯 然后呢我也想 把我自己的一些经历 丙笔直书 尽量把它记录下来 回忆起来 等到天亮的时候告诉人们 黑天的时候发生过什么 这是很重要 另外呢 希望能够 尽最大可能 帮志同道合的年轻人 分担一些风险 有些代价 其实是我们两个人该付的 大概是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